今天烫店 一辆牛杂老店 金牌小吃 捞货猪杂 先捞特色小炒 牛排牛杂 牛花牛肉面 要牛花还可以 要不然试一下牛花 我先五花吧 五花来啊 ostat 牛花开 今天期待 牛花 鸿鲁鱼 釵鲁鲁 PNo 釵鲁鲁鲁鲁鲁 鲁鲁鲁鲁вед 葫萄 葫萄好 葫萄好 没了 韧牛肉滑汤 金牌炒面 看一下老化的食材 跟福州平时老化的食材都是一样的 大众食材,里面也都有 最应该五花 这是刘华 这是刘金 这是猪腰 先找个位置坐一下 我先去洗个手 专门的往快叠 这边没有多碳 拿那个小碟换锁料 再拿去装坏骨 老板郑重承诺 鲜骨亮汤 添加剂无香精 不添加任何添加剂 用心做好菜 不错不错 老板敢承诺我们敢吃 吃这个这家店的牛杂 你有没有专门开车过来吃 没有 做不错 听我一下,这家店的牛杂 很难 听我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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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给你解释 我给你解释 我给你解释 它很好的味道 这 这个辣椒比较好的 它 汤的味道很重 一汤 老百姨 整容 我转接 再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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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汤的味道非常非常 很香 很香 很少有牛杂店能做到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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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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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碗能把汤都回光了给炸面 我都想免费去汤了 这次我们来上次来可以吃过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吃一边吃 现在如果从这个大厅里面送进来还有鲜的牛肉 是现在的牛肉 煎的 煎牛肉 鱼肉就更冻了 这种味道才会这么冻 冻没味道了 煮牛肉的汤 一根猪肉 一根牛肉 大肥骨 一点都没有 都是骨头 一斤还要卖10块钱 但是熬汤也很香 然后我们拿回去 高大肥骨熬汤 熬出来的汤也拿去换乌鱼 没错 但是我们换乌鱼的粉 没这么多 看他们都是肉 它这个滑牛肉 因为商业化完以后本家的比较多 我们自己家里滑的牛肉 能看到牛肉的行为 说自己脑店 10米一盏 应该是 10米一盏 你第一次来这里吃都不只吃你 我们一直不停的赞美他 他就是怕被他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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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错 他它是28 20 他小时定看20 真嫩可以 不然也不敢在一个地方坚持二十几年 层上还有好多位置 他这里的汤值得没喝完 没喝完老板还不高定 喝到最后我应该要用 喝到最后我应该要用 好的,本次吃一辆牛扎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喜欢视频的朋友欢迎点赞,关注订阅,点亮小铃铛 感谢你们的收看 你们的订阅就是我持续更新视频的动力 谢谢收看,拜拜 拜拜